都很好聞 就真的都很好聞 男生比較喜歡那種明亮 就是開放的感覺 對 對 然後浪漫牡丹我覺得是有一點少女 就是很包胃 紅包胃 喜樂會自在錢財 有沒有 才願奔滾來 對 我覺得那個味道就是很吉祥 穿這件衣服 仿佛穿著一個紅包在身上 好快樂喔 然後清靈摩勒就是你穿的那件 洗了清靈摩勒的衣服 清靈送人 帶了整個整片森林在神賞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的清爽 對 然後 漁吻之夜 這個就是我說的 夜晚的味道 就是那種比較性感 比較浪漫 對 就是那一種 如果你最近喜歡這個味道 表示你最近就是可能需要愛 然後也很 就是 它的這個浪漫溫柔 跟這個浪漫母帶也不一樣 比較寧靜一點的感覺 對 這個呢 偏比較熟寧的味道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青春少女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我個人覺得它的味道 會讓你覺得心情好的 就是 橙花 因為橙花的氣味其實也是會讓你整個感官大開 我問了 橙花的味道也是對我來說它跟清靈一樣 就是它都是屬於比較 你 玉蘭花 欸 有那一點點 對吧 我覺得我橙花跟母帶來講 母帶是比較女性 所以這四款商分大家可以來做選購 然後這四個呢 我覺得味道都蠻不錯 我覺得尤其臭襪子就是我一定會愛 真的 我真的兒子跟小孩 而且你知道那個 我老公的 晒衣服一字排開的時候啊 那個味道 舒 舒壓 對 晒衣服跟折衣服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很舒服 那個清清淡淡的 不是像以往就是 有人那種就是香香痘啊 然後就是那個 噴溢的那一種 嗯 那個會刺鼻的 然後會傷害你的衣服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會 所以也分享給你們